哪个媒体报道,吉姆,吉姆你们天天弄事 外交部原发言人赵立坚履新职后现身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调研 外交部新闻司原副司长赵立坚在离开外交部发言人岗位后 线扫公开露面记者有网友爆料称赵立坚不久前现身云南 吉姆新闻记者检手公开报道发现 5月24日云南外市微信公众号披露了赵立坚 最近一次2023年5月19日到24日 外交部边境与海洋司副司长赵立坚一行来到 滇州调研国家陆地边境管理合作工作 配了一个这样的图 习惯了跟当地的土著人的这种接触 来了这样一个图片 据外交部网站1月9日显示 赵立坚已经卸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 并履任外交部外边境与海洋司副司长 公开赵立坚南汉族1972年11月升公共政策 硕士中共党员 曾任巴基斯坦大使公馆参赞职务 在那里 臭丫头 开始了这个心理丑心的生活啊 据外市云南外市微信公众号 5月24日消息 5月19日到24日 外交部边境与海洋司副司长赵立坚一行来到 点调研国家陆地边境管理以合作 兵地管理合作 部门太多了 赵立坚深入中老边境中缅边境 副西装版呢 宝山 藤冲 怒江 实地考察边境 了解云南边境历史变迁 调研当前口岸通道功能发挥情况 与外市商务公安边检等一线工作人员交流座谈会 调研新形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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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管理与合作的新问题 赵立坚表示边境工作是促进我国与邻国 牧林友好合作交流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发展利益的重要工作 云南是边境大省 有特殊地位 配了这样一图 我觉得这个图里这小哥这些眼神好像和赵哥学的吧 啊这个小姐是杠杠的 有没有蚊子啊 臭丫头最近好不好